大家好 新年快樂 歡迎收看大象夫開箱實測 又是我店長 Alex 2024 年大象夫頭炮就是 Miwaki 四款新工具 大象夫會獨家早料開售 廢話少說 我們馬上看看 首先第一套出場就是這套貓批 分別是充擊轉 M18 BLP DRC 和充擊批 M18 BLI DR 先說這套充擊轉 不計電池 機身的重量剛剛是1.04 kg 非常輕巧 機身亦比較緊湊 短身 147 mm 配備 13 mm 金屬夾透 非常硬 機身表現 兩段轉速分別是 550 和 1,700 RPM 至於充擊率 兩段分別是 7,500 和 27,000 BPM 轉孔能力 木材是 51 mm 鐵是 13 mm 鑽是 10 mm 扭力便有驚喜 比坊間其他品牌 同一個級別 大概是 40 至 50 扭力 這部的扭力便高達 60.5 牛噸米 和2個 都城市 拍拳 全提 鑽 和2個 雞 排隊 塗 柯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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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这部冲击Pi M18 BLI-DR 就更加追求轻巧短身 你看到的长度只有112mm 一只拳头那么大所以好 它的重量是1kg 也没有 0.77kg 而已 通常坊间很多不同牌子的 这些短身冲击Pi 都会牺牲扭力 但这部扭力都比较有惊喜 还有192mm 至于坊间有很多短身批罪 都会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办法安装到这些双头批罪 而这一部可以克服这个问题 双头批罪都可以安装到 至于三段扭力调节 不是按钮式的 而是推制式的 清理而推 我试过单手操控都可以用单手按钮 随时改变扭力设定 好 这些孖批罪是官方配备 一个工具箱 两支批 两个2.0m电池 还有一个双头批罪 第二个孖导组合 就是油压转和磨机的配搭 首先看看油压转M18 BLHACD 26-0 它的设计跟坊间现在比较流行的 紧臭型的油压转有点不同 机身做起较长型 跟以前有线的款式相似 因为这部就比较追求Heavy Duty 所以当你向下转洞或清拆时 这个距离感或操作时 可能会比较舒适 装机器有2.6招2 最大的孔径转石屎可以较到26mm 操作都是常见的三种模式 纯震、震转和纯转 手柄也有减震的设计 另外D 型的手柄设计 也有计算过人体工学 你拿上手的时候 就比较平衡的重量 向下转洞时 都会比较容易操作 至于剩下最后这部4吋磨机 M18 BL SAG-100X 转速高达11000转 我个人比较喜欢保护罩的设计 不需要再加上螺丝 或者要很用力才能调整 这里有个安全键 只要你一按 就可以一下一下调整保护罩的角度 你会看到它比较清脆利落 另外这部机会做一个比较幼身的手柄设计 这部机会適合亚洲人手柄设计 比较容易操作 最关键就是装刷碟 不需要再找个发欄 和时移扭扭扭扭扭扭 只要按后面 然后前面就可以拉起 再转出纸帽 这样就极容易装刷这个摄设设计 这一套包装是官方配备两部机 一部20转一部磨机 两个4.0电池 一个叉机 和一个大型工具袋 2024年头炮新机介绍简单来到这里位置 记得我们的大丈夫是Miraki 美族的官方认可经销 全部行货保证 一年保养 还有我们这个深水埗大丈夫showworm 欢迎大家上来指教一下 还有我们2024年 还会有很多新机陆续和大家介绍 好了 如果还有什么题目想我们和你们介绍一下 或者说一下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一定要记得CRS我们大丈夫的YouTube Facebook和IG 我们下集再见 Ciao 差点不记得说 多谢大家一年以来的鼎力支持 如果欣赏我们的内容 或者想再大力支持我们 可以考虑加入我们大丈夫新开的会员制 除了有特别的Emoji可以用之外 师傅和将人级别的会员 之后还会有不同的商品优惠 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意见 总之就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次见 Ciao 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 好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